多档交作业 有一些软体可能会用到很多的档案 那在交作业上怎么去做客服 或者说我们要让小朋友 暂存自己的 一些资料也好 那我个人的解决方式是 我会出一个作业 我会出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 我会把它叫暂存档案 日期我会压一整个学期 在这边日期 甚至我不启用日期 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压一整个日期 一整个学年 一整个学期 像我如果假设到1月结束我压到1月 那这边我会让选择提交档案 上传档案数看你要设多少 我通常会设10个或20个 可能有人会说那10个不够啊 我有资料夹 上传大小我都会设 最大的这边 这边分数我就不用了 这些都不要了 这些都暂时就不理他 我就设10个 或20个 那资料夹怎么办 我会请学生怎么样 在你自己的档案上面 把这整个资料夹做压缩 比方说我把pitches压缩起来 压成pitches.zip 顺便叫他们压缩跟解压缩 他每次工作就在家目录中工作 然后 做完之后就把他的档案 上传上来 好 那我转换为学生身份 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什么 暂存档案 那我可以选择缴交作业 他可以增加 浏览 feature 刚才我存的叫做什么 pitches.zip 这个 这里面是有资料夹 他可以传一个zip档 然后可以一直增加 增加到我设定的 最大档案数 好像已经有一个pitches.zip 我可以再加一个 我随便选一个档案好了 我选这一个 101.sb2 开上去 这样是不是有两个 所以他可以存很多个档案 这样就可以解决有一些软体 你可能 要让学生存 蛮多个档案 至少这一学期来 他大概够用 如果不够用 你自己在 把这一项作业 档案数再拉大 我们可以设定到20个 做档案 应该算相当够用 加上我们搭配zip档来使用 算是 在 解决作业上传上面 蛮大 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设定 这一项 我们可以设定 感谢观看